回到台湾来关心 宜兰县朝夕在晚间发生了一起住宅火灾 大批警销立刻出动前来灌救 发现了一名86岁理性老翁还住在屋内 不过屋门是繁琐的 警销人员立刻步水线也破门来抢救 但是男子被救出时已经没了生命迹上 送于抢救之后仍然宣告不治 而这名老翁平时是跟子女来同住的 但是火灾发生当下 子女刚好外出买东西 一回来就发现发生了惨剧了 那么至于起火原因 还要等到警销进一步调查厘清 花莲慈祭医院在去年才发生了护理师大挫针 把另外一名病患的尿液误打进一名患者体内 而现在又爆发出医疗疏失了 一名矫腺患者因为小脑农阳住院 健康状况本来已经逐渐要好转 没有想到就在27号居然发生了 护理师超量施打抗生素的情况 让家属心急如焚 而院方昨天也出面盗窃了 表示护理师坦诚的确是他看错 现在检查项目之后 这名患者已经恢复正常状况了 之后也一定会全力负责 台北市联合医院和平院区 在日前爆发了流感群聚 上周三才有一名51岁女子不幸死亡 那么昨天又再增加了一名重症死亡个案了 机关书表示 这名个案是一名患有糖尿病的82岁女子 原本是感染接触追踪者之一 流感快筛是A型流感阳性 但是才短短三天 他的病况就恶化 不幸死亡 最近感染流感的民众越来越多了 甚至就连邻近的日本地区 也是疫情大爆发 有将近200多万人都染病 尤其农历春节就快到了 除了返乡南南北往之外 有不少人都会选择出国旅游 双重因素就担心导致国内疫情更加严峻 日本就有罹患流感的孩子们 在半夜睡觉睡到一半 会突然大叫出处 国内小儿科医师就表示了 家长必须要更加小心 孩子要是出现类似症状 恐怕是病发脑炎 是有致死的风险 台北市大安区敦南商圈 金船有黑衣人砸店来讨债 在晚间六点多 店家报案说 被五到六个黑衣的人 拿棍棒闯进店里面 就是一阵猛杂 这一群嫌犯犯完之后 立刻逃逸无踪 而店家表示 他们在外头有欠债 因此不排除是仇家登门来讨债 目前警方已经询现调阅监视器 正在抓人当中 独家报道来看到 新北市新装题外变道 发射一起离奇的车祸 27岁的女性男子 开车自撞不澜 她的头部重创 被紧急送一来抢救 还转送到家户病房急救 远警回到车祸现场 勘察却发现 怎么车身上居然是有弹孔的 而且驾驶座上 也留下了大片血迹 并不像是单纯的发生车祸 警方询现找到了同车的朋友 才发现原来这名女性男子 是头部重担 他开车才会失控 逆向冲撞护栏 而开枪嫌犯公称 当时他是坐在后座的 他拉滑套玩枪 结果一不小心击发了 在荒乱当中 赶紧把伤者送一 假装是单纯的发生车祸 独家报道来看到 前立法院长王金平 会不会参加2020总统大选呢 他接受台式 台湾病人堂专访时 就首度提到了 他对副手的人选 现在已经有口袋名单了 而且是年轻一辈 那么至于他跟前总统 马英九之间的恩怨 是否因为日前送书的互动 谈了大约45分钟 而定式前嫌呢 王金平也在镜头前还原经过 7点27分 但您掌握天气概况 今天清晨受到辐射冷却的影响 中部以北的气温还是偏低 像清晨在嘉义低温12.2度 台中低温12.6度 但是白天阳光露脸之后 各地气温都会回升 而且要比昨天又更加温暖了一些 预测北部东半部的高温 可以来到22度到24度 而中南部大约是在26度左右 但是要提醒大家了 早晚温差还是蛮大的 提醒您到了晚上 要试试添加衣物 而今天全台多云道勤 各地质外线指数都在中量级 比较留意的还是空气品质了 环境风长转为偏东风 在西南部地区 因为在被封烟的关系 包括中部云渣南还有高频地区的AQI指标 今天都达到了橘色提醒 对敏感族群是不健康的 有关今天各地详细的温度预测 带您快乐关心 来看看惊险瞬间 新竹一位老妇人 看到平交道的栅栏都已经放下了 居然还是违规穿越 而这时有一辆普悠马号列车 高速的经过 直车短短一秒钟就会撞上 俗信最后擦身而过 没有发生意外 但铁道警察看了张的画面直摇头 表示现在也已经对这名违规妇人开罚 同样是让人看了那把冷汗 这男子喝醉了 居然推妈妈要去给车撞 新北市一名男子喝醉了 在28号中午 居然是把年迈行动不方便的老母亲 用轮椅推到马路中间 还在路上面大吼大叫的 要来往的车辆赶快撞妈妈 这样的举动 吓坏不少驾驶 连附近民众都看不下去了 痛骂他实在是太不笑 而目前社会局介入 已经把老母亲给安置 不过要是在春节期间 搭国道客运 可有好康小确幸可以拿 包括筒帘跟国光 还有阿罗华客运等等 为了鼓励民众搭乘大众运输工具 从今年2月1号开始 一直到2月10号连续10天 大部分的路线平均都有85折优惠 最低呢还有77折 以台北台中来说 阿罗华83折是最省的 折扣52元 到高雄更便宜了 580元砍到470元 可以省下110元 而台北到宜兰 通通百元有找 云林县生产的优质帽骨干 在隆利连前正值盛产期 而现在也陆续采收上市了 云林县政府就跟连锁便利超商合作 要透过在全台湾 3300多家店家上架 就近选购礼盒 或者是零售的帽骨干 不但可以为云林果农 开辟一条新的通路 而民众也可以就近买得到 当季最新鲜的帽骨干 台北电玩展 这个月25号开跑了 而其中 知名卡片游戏机台 还邀请了 日本著名机械设计师 柳赖靖老师 来参与游戏设计 柳赖靖老师 也到现场支持 现场更有多名高手大PK 喜爱游戏的玩家 千万不要错过了 还有机会可以获得 柳赖靖老师的 亲笔签名限量卡 知名游戏厂商代理的韩国手游 最近开放了新职业龙斗士 让玩家可以尽情的享受 全新的故事篇章 甚至加码抢先在台湾 释出了全新的魔法娃娃 游戏公司的开发主管 还有营运长 也特地到记者会现场来共襄盛举 希望可以带给玩家 更及时更丰富的游戏内容 美中除了贸易战 南海地区的军事角力 也还在持续升温 那么现在就传出了 美军正在研发 射程可以达1000英里 超过1600公里的超级加农炮 那么要是在未来 双方又再发生冲突了 中国大陆封锁了南海区域 美军就可以部署在岛屿 或者是基地上 用这个超远程的炮火 来攻击旅方军事目标 突破封锁线 全球极端天气频传 在古巴也遭遇了近80年来 最强的龙卷风 首都哈瓦那标出时速320公里的长风 造成数十栋房屋倒塌 车辆翻覆 目前已经知道 至少造成三个人不幸死亡 还有170多人受伤 7点55分但您关心 景气步入寒冬信号再次亮了起来 国发会在昨天公布了 2018年12月份的景气对策信号 结果是亮出了2016年4月33个月以来的 第一颗代表景气低迷的蓝灯 那么这也是蔡总统就职以来 景气灯号首度闪的蓝灯 元大宝华指出了 政府可不要轻呼景气低迷的警讯 否则等到景气差的时候 政策急救章 将会沦为头痛医头脚痛医脚 俄罗斯前两天 有一场另类的雪橇趣味竞赛 参赛者必须发挥创意 自制出搞笑的雪橇 进入最后带您快来看看 我是刘宜涵 感谢您收看今天的早安您好 台式新闻 也要祝您有个美好的一天 我们再会